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汉字于中国古代文化 《礼记大传》中有一句话叫做 上至祖你 尊尊也 下至子孙 亲亲也 庞至昆帝 何足以时 序以招募 别以礼仪 人道结矣 那我们通过这句话会看到 个体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 有如宇宙微尘 转瞬即逝 这些绵延短暂的瞬间 在耿古不变的时间流逝中 却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人类文明 那其中的祖你 子孙 大概就是我们这些万千众生的过去与未来 因此呢 在古人的思想中 处理好自我与祖先 子孙的关系 才能够既往开来 获得人道之志 因此啊 论语上说 慎中追远 明德归后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讲 祖 祖和宗这三个字 首先啊 我们来看这个祖字 说文解字中说 说祖始风也 树之 祖祖也 从眼 从始 所以大家看祖的甲骨文字形 上边像一个旌旗飘荡的形状 下边大家乍一看 会认为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形 但实际上呢 它是始的字形 因此这个字从甲骨文到金文 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楷书 它的基本构建都没有发生变化 都是眼和始 段月才呢 在说文解字柱中啊 对这个词有这样的解释 他说 金字用族 那大家看到啊 是金字旁的族 就是箭头的意思 而古字用族 并且说 族族 句茂 然后还引了毛传说 五十始为数 引申为凡族类之称 那也有学者会认为说啊 这个族字其实是士族社会 军旅组织在文字上的一个遗留 所以呢 族有聚集之意 这在典籍文献中也非常常见 庄子中就有 云气不带族而雨 草木不带黄而落 那这里边的族就是聚集的意思 人类文明的产生 它是以人类的聚集为前提的 因此聚集就成为族 那古代有士族啊 后来也有家族都和聚集的意义是相关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祖先的祖啊 看一下祖的字形是什么 甲骨文的字形呢 一般是认为它像男性的生殖器的形状 体现出先民对繁衍生系的崇拜 也是祖先的观念 萌芽与父系氏族的 这样的一段历史 在语言文字中的遗留 后来呢 在它的旁边加上了士字旁 那我们都知道 汉字啊 从士的字都是和祭祀相关的 祭祀呢 是古代人文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活动 因此呢 加上士字旁 它体现出人类对祖先的认识 开始从自然走向文明 也折射出啊 社会发展中人文主义光辉的逐步的生发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祖宗的 宗的字形 那祖宗的宗呢 我们今天的字形上边是一个所谓的宝字盖啊 在构建中读称棉 然后下边呢 是是 表示的是 是呢 在古字形中啊 其实像祖中的这种牌位的形状 而这个棉字呢 就像一个居所啊 或者是我们今天表房屋的意思 大多都是从棉的 说文解字对祖和宗 它的解释要放到一起来看 他说祖始庙爷 宗尊主庙爷 什么意思呢 就是祖庙和宗庙都是祭祀先人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们细加区别的话 祭祀始祖的称为祖 而其他的称为宗 所以呀 史记孝文帝本记中啊 他就说 盖文古者 祖有功而宗有德 裴音呢 在集结中引了应哨的一句话 他说 使取天下者为祖 高帝称高祖事业 使治天下者为宗 文帝称太宗事业 这就是说啊 在古代的这样的帝王称号中 也经常是开创者为祖 后继者为宗 那这个在历代的帝王的士号中啊 是非常鲜明的 所以我们有唐高祖 宋太祖 明太祖 那后来呢 其他的就可以称为啊 太宗等等这样的称呼 好 那由于呢 祖和宗 他们在词意上这样的一个区别 所以呢 祖就经常表示家族的开创者 其功德可标秉后世 警示后人 非常值得子孙去继承和效法 因此祖就引申出表示尊奉和遵循的含义 你看 礼记中庸中就有一句话叫做 众尼祖树遥顺 宪章文武 上律天时 下西水土 所以祖树遥顺 就是继承遥和顺 他们开创的事业 宪章文武 那宪章当然指的是 原来指的是典章制度 在这里指的是效法啊 效法啊 文王和武王他们的典章制度 言帖论中也有文学祖术众议 那这里边也是要尊奉和继承的意思 因此呢 他又可以引申出其他事物的一个首创 比如说我们今天说 最早的书籍课本叫做祖本 那学术的创始人可以称为祖师 或者叫做鼻祖 这些都是和他的本意是相关的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中 家族是由笛章子来继承的 因此呢 又称其为宗子 其他的呢 就称为别子和数子 为了彰显血统的传承和权力的统一啊 祭祀历代宗庙的权力 也是嫡长子的特权 因此咱们看 礼祭祭法中就会有这样的记载 说知子不祭 祭必告于宗子 这里边就是在讲啊 宗子他在祭祀中的权力 但是呢 当知子被分封后 他的后代也可以别立宗庙 奉知子为祖 以此类推 延绵不绝 这就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关系 在血缘上的远近亲疏的人伦关系 就成了政治上的天子诸侯大父等尊卑不同的社会关系 这就是古代的宗法制度 因此啊 宗法就成为家族和社会的双重谱系 在这个谱系中呢 如果我们向上追溯就是源头 向下扩展就是分支 所以呢 宗就有了归向和本源这样的含义 咱们今天是不是也经常说 万变不离其宗 那这个宗就是本源的意思 同时因为往下扩展可以是分支 所以宗又有了派别的含义 因此呢 学术和宗教可以称为宗派 比如说佛教的天台宗净土宗等等 那这就是宗他的整个词语演变的过程 我们会看到说一个词的本意 对他的词语的隐身和发展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礼记大传中说 亲亲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 敬宗故收族 那我们看到在这句话中啊 他就把我们今天讲的族 宗和族都包含在内了 唐代的孔颖达对这句话有一段著书 他把这段话的大概意思串了一下 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亲近于父母 父母又亲近于他们的父母 那以此类推呢 所以我们要尊祖 那祖先呢离我们太遥远了 而宗呢正是祖先 他的一个继承传到我们 离我们比较近的 所以我们要敬宗 族人要敬宗子 同时呢宗子也应该承担起 管理族人的职责 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 骨肉相失 所以呢祖宗和族 这样在一种文化的层面 就联系到一起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 祖宗族之间的关系啊 既是人情之所巴 又是社会之所本 那个体呢 是不能够脱离该旗体 而独自存在的 集体中的每个分子 都应该履行符合自己身份的义务 也应该享受着应有的权利 所以同族之人是修器相关 荣辱于共的 因此对祖先的祭祀 是维系着族群安定团结 积木亲和的重要力量和现实举措 李济龙的这段话 在某种程度上 包含着儒家理想主义的光芒 但不可否认这种理想 是来源于现实世界 我们希望它也同样能照亮 我们今天的现实世界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 我们讲了祖 宗和祖三个字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